可事与愿违,纵是有强悍精神力与青天玄同 当其血液进入身影刹那,还是爆裂开来,化为虚无 方尘闷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 身影被残害,它同样也会受伤 好在肉身强悍,并未对它造成太多影响 但它眉头一皱,剑膜之血的威力太强 这身影压根就无法承受 看来还需要更加的仔细化 就比如将血液化作经脉,细致如微才有可能成功 此次失败,在它的预料之内 如果一次性成功,那叫奇迹 于是它再度换化白色身影,再度尝试 碰,可惜的是,又失败,并喷出一口鲜血 脸色也微微惨白 看来如此的内伤对它而言,还是大有影响 不过,以它可怕的恢复能力,还是能够承受 如果说唯一庆幸的,那便是 就算爆炸,也不会让剑膜之血,不会因此消散 可以不断轮回使用 至于虚影可以不断运转出来 可以说,除了伤身之外,再无其他 于是,它就这般不断地往复尝试 失败它就重新运转功法,让身影出现 然后再用这一滴抹血继续尝试 尽管它的肉身会受到一定的伤害 但这对于方尘而言,还是忍受得住 就这般,一月时间过去 傀儡梦瑶不断地清理着地上的血液 而方尘继续修炼着 这一次,它的血液细滑微分 化作无数条如同经络般 缓缓蔓延进入身影当中 它汗如雨下 好在傀儡梦瑶会自行过来为它擦汗 倒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就这般,经络血液从见进入其中 再倒手,头,五脏六腑,最终倒脚 到了这里,速度就缓慢了许多 几乎是寸步难行 但若说抑制 方尘敢称第二 天骄阁内无人敢称第一 哪怕方星空也是如此 所以尽管艰难 但对于方尘而言,还是在接受范围内 就差一点 此刻血液几经流入脚底 向着最后的脚印去 碰 可最终,虚影还是炸裂 方尘再度喷出鲜血 无奈地将剑魔之血再度聚集 还是不行 它眉头一皱,陷入沉思当中 到底哪里错了 于是它没有继续尝试 如此精妙的把控还失败 那必定是哪里出现问题 而这一沉思便是一天 可它依旧是想不出问题所在 按理说它的推演不会有错 还是说自己的想法只是天方夜谭 也在这时 梦鸟傀儡缓缓靠近 为它擦掉额头的汗水 猛然方尘眼前一亮 抓住了梦鸟傀儡的手 傀儡一愣 不解地望着方尘 却见其面露狂喜 哈哈大笑 对啊 我看似以脉络勾勒出人形 想以此让成真人 容魔剑一道 可是真人的话 经络不应该是从手到脚 而是从丹田石海为核心 如同输血输灵力般 蔓延全身 想到这 方尘松开傀儡梦鸟 含笑道 你真是我的福星啊 点通了我 傀儡梦鸟不解 但见主人这般开心 也是露出一抹甜甜的笑容 随即继续忙自己的 方尘则是再度运转功法 到了现在 他对于第一层 可谓是炉火纯青的地步 仅仅一念之间 虚影再度展现在众人面前 他再度将手中剑魔之血抛出 再度从剑中进入七体内 先石海 后丹田 五脏六腑 对应五行运转 口中默念 剑魔之血再度幻化为 无数条细落 先向天灵盖而去 后又向着丹田而去 就像是真正在造人一样 而这还得多亏二名肉身 否则的话 方尘对于人体结构 还真不是太了解 当丹田石海形成之后 便向体内西周运转而去 先是五脏六腑 再是西支 当最后的血落点入眉间时 砰的一声却不是失败 而是虚影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虚影不再是白 而是转为红色 同时 他的剑道当中 蕴含魔微 运转起来 也丝毫不受影响 甚至威力要比之前更上一层 成了 方尘大喜不业 时隔一跃鱼 终于是成功地转变第一代了 不过这千代 剑决越往后 虚影就会越强 虽然找到了办法 但想要彻底转变 必定会是一次大工程 也要消耗不少的时间 想到这 他不免苦笑 看来这一次 真要好好闭关一段时间了 而在他闭关的这一段时间 天交阁可并不太平 只见在天交阁大门前 十余人齐聚于此 与天交阁十余位长老对峙 其中有老古董 太叔 七孩子之一 西门宗 以法御大能 江古等等 皆是人尽各欲称霸一方的顶尖强者 但他们不是来惹事的 而是要拜访的 乔姥姥站至最前 望着这些老东西开口说道 诸位回去吧 方尘在必死关 短时间内是不会出关的 太叔年龄虽大 死期更是早已将他覆盖死死 但神态依旧是从容淡然 双眸有神不像将死之人 反而像是一个老顽童 他含笑说道 小巧 我们就见一面 很快就走的 不会耽搁太多的时间 就是 难道你还不信任我们吗 我们连战场都上过不知多少次了 又岂会伤我人族天骄 西门宗也开口说道 没错 我们也算是人族中间力量 保护他都来不及呢 更何况 我们还带了礼物呢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纵然他们称霸一方 但在这天骄阁 还真不敢乱来 乔姥姥很是无奈 只能继续说道 诸位道友 就不要为难我们了 我们也是听阁主之令 你们说再多也无用 江古等人面面相去 他们自然知道 阁主是名若先 纳斯他们还真不敢招惹 哪怕是活了八千年的太叔也不敢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可以吧 等到方辰出关 总没问题吧 正好可以一起 守一守天骄阁 之前我可是听说了 有人轻易地 从天骄阁内部 掳走天骄呢 太叔再道 对于他们而言 十年八年只是眨眼之间 他们等得起 见此乔姥姥也很是无奈 这些人的身份并不简单 他也不能守接驱赶 各位 要不和我谈吧 突然 一到月耳中 带有几分懒散的声音响起 正是名若先 他这一开口 顿时全场安静了下来 强如太叔同样如此 名若先威名 可不是用年龄就能够震慑的 太叔微微拱手 表示自己并不恶意 这才说道 名阁主 三百年未见 你还是如同当时那般 没有任何变化 名若先打了个哈欠 道 睡了三百年 自然没有变化 太叔语色 他知道名若先试睡 却没想到 这一睡 居然会是三百年 若非人皇出面 只怕谁的面子也不会给 名若先也懒得和他们打太极 首接说道 我知道 你们来天交阁是有何打算 想要得到如何在无敌妖兽口中存活的情报 就跟我来吧 方尘几经将一切情报尽数告知 我可以保证情报绝对的准确 你们如果想要那份情报的话 那就跟我来吧 拿到之后 该滚就滚 说完 他向着天交阁内走去 并对乔姥姥他们说道 让这些家伙进来 众人闻言 皆是眼前一亮 自然纷纷跟随而去 来到外部区域的一处大厅之后 名若先落座主位 其他人则是按照身份 落座左右的侧位上 而侧位第一 自然是太书 待所有人都落座之后 他首接问 不知我等需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才能够得到情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果有 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一定更高 不过却是有些人不愿 只见江古打断道 名阁主 你只怕事不知 此次寻心动天 有人一手针对着方尘小友 打算毁了他的名声 说完 他手一翻转 数个头颅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他道 这些人我搜过魂 皆是来自疯人教的 想必是上次方小友端木 世家一行 惹怒了这些家伙 导致被其针对 为此我们十分愤怒 特意将他们一一击杀 将其人头给方小友 其他人也拿出头颅 纷纷开口 我这边也有七八人 我这边十几人呢 我端了圣人教的一个堂口 他们纷纷开口 打算以此来换取此次的情报 但对于他们的话 明若仙只是微微一笑 各位 小小疯人教 卷不起什么波浪 想要以此换取通过磁场的情报 未免有些意想天开了 其他人见其神情 也知道这种片方尘还行 想要让明若仙上当是绝无可能的 至于用小只以礼 动之以情的办法 在眼前这位面前 更是可笑至极 他很随意 但那得看是什么事 太叔长叹一声 也只想要让面前 这位满意可不容易 只怕此次真要大出血 不过在来之前 他几经做好了准备 他问 阁主 你我也算是救人 就守白点说吧 其他人也都沉默地望着明若仙 同样做好大出血的准备 见此 明若仙也不再废话 道 我要你们答应我一件事情 一件事 众人面面相去 不是让他们大出血 请说 太叔道 明若仙道 我要你们 说到这 他动用了传音 哪怕这里皆是大能 也是不详 有一丝可能被他人听到 月一驻香后 太叔等人从大殿当中离去 大部分人离去时 都是面带笑容 唯独一部分眉头紧锁 像是在沉思 不过 想到此次得到的情报 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顾虑 明若仙望着这些人离开 轻声一叹 但愿这些家伙 真能够帮上忙吧 方辰 我能够为你做的 也就这般多了 天阳子这一劫 只能靠你自己渡过去了 想必你的身份 很快就会被昭告天下了吧 还有那封人教 之前仁皇殿一手 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脏东西 借着这个机会 也该处理处理了 而在天南狱的某处 这像是某座殿堂 但供奉的 并非人族至尊 而是异族 什么异族都有 而实力越强大的种族 雕像就会越大 位置也会越中央 这些雕像下 都有着信徒 而且皆是人族 而在教堂某篇殿当中 此刻正有十余人在其中 落座一圆桌前 他们装束各异 尽管皆为同教 但很明显 信奉的并不一样 碰 而在主位之上 一位戴着白脸面具的男子 拍桌起 怒道 此次我们足足损失了 三个堂口被毁 732名教徒 其中还有十位宗师进的 这是我们圣人教成立以来 最大的损失 圣人教成立的时间并不长 又是成立在即将征顶那个阶段 当时一成立 便吸引了大量的修士入教 毕竟当时人族 征顶希望并不高 也仅仅只有人皇拿得出手而挤 若非人皇 人族早就被附近的种族吞并掉 而加入圣人教 将希望依托在异族手中 确实是要当时的人族 更有希望不少 当然 他们也没有傻到 首届宣布依附异族 做异族内鬼 而是以宣布万族友好的方式 来经营着圣人教 并逐渐壮大守到现在 这一切都要怪那个方臣 另外一位戴着红脸面具的黑衣修士 也站了起来 冷冷说道 他不仅破坏了 我们和灵溪宗的合作 还让我们损失了如此多的教徒 他必须要死 不仅他要死 那个方星空 活小儿都得死 他们活着 只会影响我们圣人教的计划 哼 那个方臣倒也罢了 不过方星空和活小儿背后 可是方星石和阎天王 他们要是死了 只怕我们也很难存活 方星石又如何 阎天王又如何 在天族面前 那就是蝼蚁 天族是他们对异族的尊称 因为天是人族的信仰 而异族必定能够成为人族的天 而他们将会是天族使者 统领着必败的人族 没错 作为人族的他们 觉得人族必定会争顶失败 人族绝对不可能战胜伟大的天族 好了 坐在主位上的白脸面具男子 开口打断了众人的话 先别管其他二人 那个方星必须先解决掉 上面 也几经下令必须杀他 听到这话 众人皆是安静下来 满脸都不敢置信 昆仑族下令吗 红脸面具女子问 白脸面具男子点头 之前昆仑族让我们默默发展即可 现在既然下令 那我们就要完美完成 让伟大的昆仑族满意 你我才有存活的可能